大家好,我是 J.K.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 5361 的 这个东西很多人会想要去知道的 很多问题后来是没有答案的 如果是说那个电池 驾驾驾驾已经没有电 那辆车还可以驾驾吗? 所以那个答案是 因为你说 PHEV 的车它主打 也是说有电源跟有油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一辆车来的 如果是说没有电了 你还可以用那个引擎去用那辆车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人家也会比较常会问的 如果是说买一辆 PHEV 的车 就说我们说 PHEV 就是 Charge 电的车 哦 里面也有一个电池 就好像我们说现在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电源的东西 Laptop 啦 电话啦 或者是一般有电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去 Charge 它 当你想要去用的时候 你的那个电池的那个寿命 就会这样子完蛋了 所以以说这些车来讲 没有去 Charge 它 因为很多人是有电板的东西 他们会 send 这些 message 去那辆车 后来你的车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讲到最后 如果是说你要买 PHEV 的车 最好就是每一天都 Charge 它 后来 第三 人家会问 哎呀 这些 插电的车 很麻烦哦 这个麻烦就是每一个人 也会去问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我们说 你买一个电话 每一天需要你 Charge 的话 你会觉得麻烦吗 其实是一个习惯罢了吧 OK 那个电话每一天你都需要 Charge 啦 所以车也是一样 OK 现在再加上你说 车拿来 Charge 来讲 其实它也很方便 OK 在家那边 回到家 第一样东西 就是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盖 OK 放上去 就可以了 很多人很多人就会去讲 哎哟 Charge overnight 那个电池会不会有问题啊 OK 其实你说 所以说以他们官方 那个 cable 啦 OK 混缩他们电源的东西 所以当那辆车他们满了之后 它就会 cut电 会怕 要 overcharge 了之后 那个 factory 的寿命 会不好 所以其实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第一次就是说很多人也不是说很了解 OK 关于这个 Hybrid 车的 那个电池 OK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 哇 这些 PHEV 的车 会不会好像那些 那些 某一些品牌这样 哇 一片电 会很贵 其实现在的电源 他也没有来到一片 他们是从一片变成六片 或者是有一些变成五片 或者是变成六片 一片一片的意思就好像说 你的那个家里的那个 remove control OK 他们的电一片一片一片这样子 所以变了 现在的 PHEV 的车 他们已经是成熟到那一个地步 哪一个电池坏 他们只是换哪一个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价钱来讲呢 你就需要在Google那边找 一片的那个电池需要几多钱 哇 你看 豪华车就是豪华车 连这个 steering adjustment 也是用 电池 好像那些 7 Series 这样 也是用电池 OK 好 还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 你会看到 这些 PHEV 的车里面 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E-Drive OK E-Drive 的东西呢 跟这些 Driving Mode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在比较关系到你的那个 Driving 的那个心情 Driving Mode OK OK 连这个是比较 关注的是那个电源 OK 也是很多人会问 这个东西 到底又是怎样用呢 OK 等下我给你讲解一下 Maximum E-Drive 来讲 就是说你是跟这个 E-Drive 说我不要用这个混合的性格 就好像说有时候又变成引擎 有时候又变成这个电池 你不用 你可以直接跟他讲 你是要用全电 OK 再来你可以看到叫做 Battery Control 什么是叫做 Battery Control Battery Control 就是说你是 不要用你的那个电 OK 你只要用你的那个 Compassion Engine OK 所以你的电是没有用到的 他只是处着那个电 OK 所以在他处着那个电的时候 他也会顺便帮你 charge一点点 那个电 讲到这个话题 也很多人会问 我可以边驾边charge吗 其实你的路程说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以那个车的那个charge来讲 其实也charge不到几多 是有的charge 但它charge的不会伤 比起如果你说 从这边跑到去 4个小时 这样你用这一个叫做 Battery Control 然后这一个 就会charge的比较满一点点 Auto E-Drive Auto E-Drive 刚才你在那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红色的线 一个蓝色的线 红色就是代表你的引擎 蓝色就是代表你的那个Battery 所以它会 Depends on 这一个Driving的Pattern 后来它会 用混合 混合的那个Pattern 来启动那辆车 所以这个 这个怎样去知道 它是用电 或者是用油 等下我就show 你在它那个Meter那边 其实它会有给你显示的 OK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最新的2020年的 那个Meter 比起那些2019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 那个Meter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叫做 Live Copic Pro OK 就整片都是电子的 OK 现在在你的那个 左方 你可以看到 OK 从 0 到接近100 它一个蓝色的线 在这个Category里面 你是用电的 OK 过了这个线 过后 你的引擎 就会开始 启动 就是用引擎 来走 其他的速度 OK 后来 你可以看到 这些 PHCV的车 它会有两个 油 好像说 一个是油 OK 还有一个就是 电 现在你的电 有几多巴仙 OK 后来你会看到 有一个叫做 OK 后来看到有一个 E-Boost OK 这些是 比较在讲 电源的东西 OK 今天就分享到 这一边为止了 除了这些 会人家 比较常问的 其实 你们有什么东西 也是可以在下面那边问 所以我会尽 下面 我会尽 我会尽我的办法 去回答你们的那些问题 OK 拜拜 有效应 未经许可